一樣沒有防水能力 少了萬眾期待的無線充電 SROG Phone 3 電競手機第三代 多架全球首發最強效能的 S865 Plus 而且也跟上一代一樣 分出一大盤的通用套件 要來秒殺你的電玩進體 稱霸手遊電競界了 我是科技狗CT-Dog 那個最愛看電視的Eason 這部影片呢 則是我們的攝影間電玩飛載 Bright所體驗生成的 一起來探討這次的電競手機第三代 帶來什麼樣的升級魅力吧 這次的ROG Phone 3 外盒有點像勢力架巧克力三角形造型 而那配件附有塑膠的大開孔洞軟殼 一根敗家之眼超細卡針 進化過的Aero Active 3 空氣動力風扇多了腳架 但是無法跟上一代ROG Phone 2共用 Type C to 3.5mm 音源轉接線 兩大兩小 USB 防塵塞 C to C 編織充電線 跟上一代相同的PD 3.0 快充頭 ROG Phone 歷代以來呢 就不曾把重量跟邊框粗細看在眼裡 目的只有一個為了電競而生 6.59吋 重量高達240克 不過這尺寸重量在電玩仔的眼底下呢 都只是其次 大才是真的爽啊 螢幕正面塞了前鏡頭 還有充電通知用的LED提示燈 粗粗大大的巨型邊框放了前置的雙立體揚聲器 可惜外放音質呢 還是差了隔壁家的小米10 Pro一點點 ROG Phone 3 正式換成了光滑被蓋 不過倒也成了指紋收集器 凸起的橫烈式三鏡頭搭載兩顆補光燈 下面這顆補光燈是用來聯動保護殼的 這周圍也是NFC感應區 背面會發光的敗家之夜 一樣是ASUS ROG招牌菜 大概也是電競宅最在意的地方吧 不太一樣的就是主動排風孔做小了一點 而且只有單孔 這次的散熱區塊是透明的 可以直接看到內部的散熱風道 拔掉了3.5mm的音源孔 機身頂部只有單一個麥克風 底部則有另外一顆麥克風 USB 2.0的PD 3.0跟QC 3.0 Type-C 充電孔 側邊有上下兩顆Airtrigger超音波觸控鍵 一顆麥克風 音量調節鍵跟紅色外圍造型的電源鍵 密側則是需要拔掉塞子才能用的 USB 3.1 J2 Type-C 可以吃到QC 4.0跟PD 3.0 外加DisplayPort 1.4的螢幕輸出 支援全球頻段5G上網的雙SIM卡 也放在這一側 不過礙於內部UFS 3.1效能顧慮 所以這一次捨棄了擴充容量 螢幕的話 ROG Phone 3的6.59吋跟上一代一模一樣 234影呈1080 Full HD Plus解析度 不過從120Hz提升到目前手機之最 144Hz最高螢幕刷新率 也帶來了Leota 1小於1的10bit HDR10 Plus影音體驗 YouTube最高支援1080p HDR 19.5-9的比例搭上AMOLED面板 稍微可惜Netflix的HDR目前是還不支援的 也還不確定這塊螢幕是不是上一代的天馬面板 系統方面 ROG Phone 3的Android 10加上電競封的ROG UI 或者想換成接近原生介面的Zen UI 都可以自由切換 不過換成Zen UI 就會少了開關XMOD的桌面動畫 Always On Panel就是俗稱的AOD也都有支援 藍牙版本5.1以及Wi-Fi 6 802.11X這些該有的都有 不過硬體規格版本分為哪幾種 這目前還不清楚 我們手上這支是16GB加上512GB的最高規格 安全性部分 螢幕下指紋錄錄速度跟實際解鎖感應速度也都OK 還有人臉辨識這些基本的功能也都有 電競手機最重要的遊戲方面 升級版的XMOD官方有說過 將會從橫向模式更新成直向模式 目前我們還在等待更新上線 在遊戲畫面的左側滑入 進化過的Game Genie也提供很多遊戲輔助的好用功能 螢幕更新率也是隨點隨切的 不過我當然都是保持在144Hz啦 錄影標記就像是Nintendo Switch的錄影功能 按下去後可以往前錄製精彩片段 這是錄你按之前的畫面 不是拍你按下去之後的影片喔 準心輔助這個就是射擊遊戲一定要開的 顏色跟圖示大小都可以改 而且這一次多了浮動視窗 放置型遊戲就很適合把視窗放進來做其他的事情 比較明顯的差異是這一次Airtrix超音波觸控 現在分為單側的兩顆 00鐘加起來有六種按法 基本的點擊就是拿來開槍或是架槍就超好用 點擊也可以調整按壓力道大小避免誤觸 單側雙擊就可以把Airtrix分為四小鍵 這功能對遊戲按鍵的泛用性也就更高 波滑也是等同於雙側按鍵 只是這次用波滑移動而非點擊按壓 水平長滑就用來調整狙擊鏡的倍率大小 垂直長滑就可以用來做地圖的RuneIn跟RuneOut使用 按鍵的感應長度都可以自由拉伸 那除了上面說的五種之外呢 再加上最新的體感操控 手機晃動就可以做到螢幕觸控 換彈夾或是拿來浮地就剛剛好 不僅如此 想分享出去或是下載別人的鍵位來使用的話呢 也可以在X-Mode使用其他玩家的Airtrix 鍵鼠設定跟聚集 效能方面 目前高通最強的S865 Plus 5G 搭上16GB跟UFS 3.1 512GB 在X-Mode效能全開的狀態下 跑隊的分數大概是這樣 遊戲的流暢度幾乎是可以不用擔心的 效能已經頂天了 電力續航方面跟上來代一樣的6000mAh 最高30W快充的QC4.0跟PZ3.0 老實說並沒有到當初ROG Phone 2一上手的那種驚艷程度 一場特效全開打到吃雞下來 大概掉8-9%差不多 續航覺得一般般 大概是卡在電池硬體不變的情況下 卻塞入了更強大的核心吧 裝上風扇全速運轉的遊戲溫度大概是43度上下 配件部分除了Aero Active 3 空氣動力風扇 還有手機保護殼無法跟上來代共用之外 這也可以感覺到華碩對ROG忠實鐵粉的那份貼心 至於這次更新後的新配件 第三代雙螢幕基座也一樣有了144Hz螢幕刷新率 至於第三代的炫光智慧保護殼也在手上 刷上去後會提示是否要切換成無線量子核心專屬主題 重量更猛、燈效更炫、信仰更前程、光效面積更大更有感 要是再加上Aero Active 3 空氣動力風扇 手感真的會好更多 我覺得這樣的厚度玩遊戲才是最合適的握感 不過要是重量不滿意的話 半透明螢光、Aero螢光保護殼也不錯 跟盒裝附贈的軟殼差不多 就是更燒更有個性了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ROG Phone 3 抗菌玻璃保護貼 0.21mm 2.5D 全版本的保護貼 保護你那細菌重生的髒螢幕 好啦目前知道的消息大概就是這些 這次體驗的稍稍有點倉促 不過手機大致上是滿意的 雖然沒有ROG Phone 2 那種極度激昂的超強續航 不過還是覺得電玩宅非常可以入手的程度 我自己玩過好幾場決勝時刻M 沙迪數也都在10人以上 目前小米10 Pro 的話大概就是殺89個 對象速度也是慢了半拍 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Air Trigger超音波觸控 這個用過就真的回不去了 撇除掉像是買保險的防水工程 跟一直想要的無線充電之外 擁有ROG Phone 2 的你 要是覺得按鍵不夠用的話 真的可以試試看這次升級版 擁有6個按鍵的Air Trigger 那如果沒有體會過電競手機的話呢 相信它的側邊充電跟Air Trigger 絕對讓你永生難忘 至於在S865幾乎都會遇到的 4G網路延遲問題 這次S865 Plus ROG Phone 3 所以用台灣之星4G 很遺憾 相較865之前的晶片數據呢 還是不太OK的 玩起來呢也會有偶發的卡頓延遲感 好啦這就是今天的ROG Phone 3 快速上手分享影片 要看詳細規格的話呢 已經都放在科技狗文章內了 然後我們幾乎每個禮拜 在臉書粉專門都有活動進行 Instagram也正在用力的拉粉絲啊 趕快過來按個讚追一下吧 那當然YouTube的訂閱跟小鈴鐺 也都不用再多說了 我是Eason 這次科技狗CityDog 下次再見